國際方面帶來看日本海上自衛掃雷劍 魚九島號 在10號的時候 金船在海上起火燃燒 而這一燃燒也釀成了自衛隊隊員 一失踪一受傷 日本的防衛大城中武員在稍早宣布 本來在16號要開始舉行的 日美聯合特別訓練確定取消 而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 這一樁案件發生的地點 在福岡縣宗向市大島以北 大概兩公里的地方 在航行的過程間突然發生了火災 當時船上有45名船員 其中一名33歲的自衛隊隊員 在意外之後失踪 到現在下落不明 這也因此防衛大城現在強調 現階段將全力搜救失聯人員 所以本來預計 在16號到26號的日美聯合軍演 目前確定取消